临雅区镇延里里长古青川上任后 就大力推动巷道任养 至今里内14条巷子都有李明任养 走进镇延里不仅街道整齐也充满着人情味 李明看到巷道干净心情也跟着开朗 自然而然整个里的气氛和谐互动也很热络 走进镇延里这条巷弄内 远远的就看到一个背影正在弯着腰打扫街道 她是镇延里里长蔡树霞女士 也是建民路182巷的巷道任养人 我看这个巷子干干净 看起来很舒服 人家过去一看 你们这巷子有没有房子要卖 要的话就直接烧一下 好好好 看一看起来就很舒服 家里就住在巷子里 喜欢干净的她本来就习惯打扫环境 一听到里长号召巷道任养 马上就投入志工的行列 不仅越坐越起劲 连带的也影响到左邻右舍 渐渐重视巷道清洁 我们这里长来做也真的做了 练凉 大家都很轻 有垃圾就整起来了 还不错啦 你一扫干净 人家就不会丢了 人家一看就这么干净 还丢了 不过意思吧 所以每天做这种打扫巷道的一个事情 自己心情是不是也很愉快 我把她当做志工嘛 为大家服务这样子 心情蛮快乐的 所以社区方面都很热心啦 把任养社区的街道 扫得很干净啦 人家去任养 里内的人去任养 那大家也很热心 那当初也是里长第一次做嘛 所以他有这个构想 我们就配合他 镇严里长古金川上任后 就开始推动巷道任养 里内14条巷道 一下子就被任养完毕 原本的旧部落 社区脏乱不已 但任养之后 垃圾 烟地 差不多就快绝迹了 本里呢 一共有14条巷道 全部都 都自动 大家来任养完毕 任养之后 跟任养之前呢 最大差别 最大的差别就是说 那个一般里面丢垃圾的习惯 都会把它改正过来 他本来丢垃圾 看到有人在任养 有人在扫地 他也不好意思在丢了 所以自然而然 慢慢就会维持 这个社区的整洁 干净 就这样 里长感谢里民支持 而这样的向道任养 也获得区公所的肯定 列为示范地区 古金川表示 当环境清洁之后 自然没人会乱丢垃圾 向道任养人 做了最好的示范 也成为维护 镇严里环境的无名英雄 港多新闻张世民 王思武采访报导 任养人